老欢迎美丽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化问题 第一话说说老欢迎你给我看我这个树杭州的 这就是被截断的部分好像蔓延滥上去了 你看臭宝 你像咱们种树也好种什么也好 你得把它当成人看 你像这种跟咱们人伤口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它现在由于伤口感染而出现了往上蔓延 咱们人能做的是什么呢 你就只能把腐烂的部位给它挂除掉 对吧 重新给它好好地涂抹好 这个伤口愈合剂该杀菌的杀菌 你现在它下面都已经长那么凸了 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 要么就是直接把这一支锥了 放弃了它 让它别的地方好好涨 要么就是重新再修理 就把那种不好的地方刮掉 然后杀菌伤口愈合剂 然后再让它重新恢复元气 只能这么招 老话一 你看这个绣球长出来叶子长的 有啥子问题吗 新叶子没事 老叶子看起来像是灼伤 看起来像是灼伤 就是那种强光暴晒 你要了解 哈花肉 绣球呢 它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它不至于赛事 但是呢 会对叶片不好 好吧 然后能够看出来 这个花肉 也是很用心地在养护了 不过新叶长得都挺好的 要是老叶胳膊俩的这样的 不排除就是什么呢 那去年的那种老叶子 对吧 这个你不行 掰了就行 我看新叶都很好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啊 那UP主这小黑色吗 对啊 家里这个每天都是 哎呀 这个东西很好办 您就选那个什么呢 叫鲜趴的这个副虫胺 也就是小白药 非常灵便 就撒到花盆里边 你基本上一年撒个两三回 你常年见不到这个东西 好吧 多点少点无所谓的这个东西 就是撒的药啊 不是说小黑飞多点少点 对老华一 请问我的海鱼不仅浇尖了 最近天气应该不会冻伤 云南的 这个没事 你像海鱼系列的 你这种都是水很正常 就跟人一样 啊 头发尖分个岔了 对吧 哎 干枯了 毛躁了 这会不也一样吗 您记住啊 干了也得浇 别的干了以后 舍不得浇水 那也不行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了给它浇透 好吧 下个座宝说 你看这肥大了 还是缺铁了 还缺酸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 缺铁性的黄化病吧 就跟人一样 营养不良 缺铁性的贫血症 明白了吗 你说的那些都缺 不是缺一个 你好 我家的垂丝莫的叶子 怎么大了呢 刚买了一周 一周室内感觉不涨 花孤段没开 室内15度左右 15度左右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 大部分植物在15度以下 它是停止生长的 15度以上才是正常生长 你15度左右 长得不好很正常 一看好吧 还是有点偏冷吧 别的没啥 好了 今天的养活问题简单到这了 关于那个 刚才那个 字子花的那个花油 说是这个黄木拉加的那个 其实咱们之前也讲过 这种就典型的 一个确铁性的黄化病 这种怎么办呢 您可以用繁肥水啊 或者说是换土 修剪 重新让它长叶子 这种黄掉的叶子 不可能变绿了 好了 我老花一 养活最在意 其他养活的 四秒六秒 我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 这种黄金